另外来 想到他曾经是飞轮海的成员 开过演唱会 拍过电影 出过书 现在做起了全能奶爸 但是有一个身份或许大家还不太了解 他其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商人 哈喽 娱乐新天地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无尊 每次见到无尊总是不自觉地对应起文莱王子的称号 坊间传闻 无尊含着金钥匙出身 他的家庭背景也成了一个传说 但他却坚称这一切全靠自己的努力 于是我们翻看他的个人履历 绝对算得上是一部创业宝典 我还没做艺人的时候 其实已经在文莱经营见证房 16岁那年 无尊举办了文莱史上 第一场盈利性的篮球赛 赚到1000美金 紧接着到澳洲留学的他 又把重球店的商机带回文莱 在详细预算后 无尊问父母借了90万创业基金 第一次做起了老板 搞得里面好像电影院这样子了 然后又有不错的咖啡 经营友方 一年回本 信心爆棚的无尊趁热打铁 先后又成立了自己品牌的健身房 面包店 健康餐厅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据了解 单时健身房每个月的盈利 不少于90万人民币 看到这里 小编忍不住想问 生意做得这么好 肯定跟颜值有关吧 什么是颜值啊 我觉得一定有一些的帮助 对 我觉得有 难免会有 娱乐新天地 石家庄 独家采访报道